它是动物界的绒魔吗 瞧它背上密密麻麻的尖刺 就是老虎见了 也要退比三射 一旦有人靠近 它便竖起它的尖刺 打算给敌人一点颜色瞧瞧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动物界最不好惹的刺头 豪猪 别看它的名字中有猪字 但它和猪没有一点关系 反而和我们熟知的老鼠关系 更亲一点 它是一种大型的镊齿动物 豪猪还有一个很符合外形的名称 剑猪 豪猪体型粗壮 体长一般在50到75厘米左右 体侧和胸部布满了扁平的精刺 体背和尾巴上则布满了圆形的极刺 全身主要呈现 围踪褐色 现在人们知道豪猪 也主要是因为它身上的尖刺 赶正面和老虎 柿子硬钢 也是这一身的 刺给它的安全感 当野外的动物 想要围攻豪猪时 豪猪身上的刺 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然后豪猪就会用力的跃起 将刺扎进敌人的身体里 而这些尖刺除了带给敌人疼痛外 还有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 豪猪的刺不仅又硬又锋利 最主要的是 一旦扎进身体里 拔出来可比扎进去恐怖得多 豪猪的刺上具有无数的小刀刺 因此当被刺伤的动物 想要拔出来时 势必会被这些 到此折磨一番 轻者可能会流血 而重者则可能会丢失一大块肉 一旦伤口感染 很有可能丢掉性命 如果拔不干净 一部分的刺流在身体里 也很容易造成感染 狠狠地吃一次苦头 但豪猪的刺也不是时刻 都竖起来的 不然的话 很容易误伤自己身边的同类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豪猪的刺会整整齐齐地 贴在皮肤上 看上去油亮顺滑 就像长了一头飘逸的长发一般 直到遇到敌人时 豪猪身上的刺 才会警觉性地竖起来 保护自己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豪猪身上长满了刀刺 那么豪猪之间交配的时候 会不会误伤到对方呢 浑身不满尖刺的豪猪 是如何进行交配的呢 难道不会误伤到对方吗 豪猪是一种咒服夜出的动物 每年在秋冬季节发情 春季或者初夏的时候 铲子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交配 等到交配期到来时 雄性豪猪们会集中在 雌性豪猪们的身边 来展示自己 获得交配权 有的时候 雄性豪猪们 为了获得雌性的青睐 甚至还会大打出手 直到奋出胜负为止 胜者则会如愿以偿地 获得交配权 之后 雄性豪猪 就开始展示自己 霸道总裁的一面 他们会首先去闻雌性的部位 用来判断 对方是不是正处在发情期 如果是 那么接下来的雄性豪猪 可要开始耍流氓了 他们紧紧地跟在雌性后面 希望对方能看自己一眼 有的甚至 还会将尿液撒到对方身上 借此来向全世界宣告 这个女人我看上了 如果是已经看对眼的雌性 那么就会像霸总的小娇妻一般 欣然默许这种行为 但对于另一种雌性 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甚至会将雌性豪猪激怒 看对眼的豪猪们 会像普通的小情侣一般 先来一个面对面的拥抱 让彼此之间充满爱的火花 之后的第二步 雌性豪猪会尽量将自己身上的尖刺 贴近自己的皮肤 以免误伤到自己心爱的雄性 雄性豪猪 则趁这个时候完成交配 值得一提的是 豪猪的交配时间一般在一到两分钟 但是会持续数次 在这期间 雄性豪猪 还是会被对方的刺弄伤 这也只能等结束后 再自己慢慢恢复了 这或许就是痛病快乐着吧 不过 豪猪的自愈能力很强 因此也不用担心 豪猪会被同类的刺弄伤 而造成生命危险了 交配完成后 就是雌性豪猪的孕育过程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在产下豪猪宝宝的时候 雌性豪猪会不会被自己的孩子误伤呢 浑身充满肩刺的豪猪 在出生时 会不会误伤到自己的妈妈呢 豪猪在日常生活中 身上的刺会不会伤到自己呢 雌性豪猪在怀孕三到四个月后 就会生下小豪猪 小豪猪和刺猬一样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背上就已经长出来肩刺了 不过在出生之前 豪猪身上的刺都是很柔软的 只有在生出来接触到空气后 才会慢慢的变硬 因此一般情况下 豪猪妈妈是不会被孩子伤到的 但是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 有的小豪猪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患上了一些疾病 导致还未出生的豪猪宝宝 身上的尖刺已经变硬 在出生的时候 尖刺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来 这个时候 就会伤到豪猪妈妈 还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豪猪宝宝在出生时 是导致出来的 那么尖刺很有可能会卡住产道 最终导致豪猪妈妈难产死亡 在日常生活中 豪猪也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刺伤到 比如从树上不小心摔了下来 豪猪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刺扎伤 不过这也不用太担心 豪猪的体内自带一种天然抗生素 能够抑制一些细菌的生长 再加上豪猪的愈合能力很强 被自己刺伤的豪猪 一般在恢复一段时间后 就会安然无恙了 现代科学家发现了豪猪的特殊性后 在一些医疗领域 开始模仿豪猪似的倒沟特性 发明了一种类似的钉子 用在给病人缝合伤口时 既可以防止细菌感染 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时间 可就算是强悍如似的豪猪 也逃脱不了被人类吃的命运 目前中国林业部门 已经将野生豪猪列为保护动物 禁止人们随意捕猎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对豪猪这种动物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